最近几天,韩国室温超导材料LK99的讨论热度已经简陋了很多 当然也还有不同研究机构分别从各自视角对LK99材料的理论和实验层面进行了非常多的分析 但一直还没有达成供词 此前对LK99最强有力的实验认证还是个不明来源的链当师阿祥 他的这个视频也在推特上获得了数百万的观看 甚至传到了LK99创世人的面前 我前几天也做过介绍和分析的视频 最开始认为他可能是武汉大学的张向博士 后来在我邮件确认时对方进行了否认 在那之后有热心网友判断有可能是南京大学超导物理和材料研究中心超导大拿文海虎团队的吴宇祥 但是因为无法验证所以我并没有继续探究下去 今天我重新到链当师阿祥的主页跟进了他的新的进展 我觉得现在可以百分百判定这就是一个纯粹做假的视频 我之前没有太怀疑的一个原因是 我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在这种关头制作传播这类假视频 因为得不到任何好处 虽然假视频可以为他获得大量的关注和流量 但这种关注其实不可能给他带来任何收入的 甚至可能会导致他承担法律的风险 但是从他最近的这几条视频我是可以看出来 这完全是一个有表演型人格 渴望获得关注的跳梁小丑 非常抱歉之前分享同步过他的内容 之后我在分析和同步LK99的进展时 只会采用可靠学术机构的成果 下面我再跟大家分享个有意义的资讯 就是在预音本网站Archive上最新的论文中 我觉得比较值得关注的是 华中科技大学团队的这篇 他们发现在接近397K 也就是113摄氏度的时候 LK99的电阻有非常大幅度的下降 这跟韩国团队之前说的LK99超到零接温度 在127度的说法比较接近 但是显然现在的实验还完全没有办法说明这个结论 华科认为为了识别LK99的内在属性 还需要获得更高程度更高质量的晶体 这还是一个挺有趣的进展 因为他们发现了一个就是可以继续探究下去的现象 并且明确了后续的方向 所以我估计他们会在这个方向上 就是在LK99材料的提纯上去做更多的研究 所以我接下来也会帮大家继续追踪华科和其他科研团队的一些研究结论 让我们静静等待看 LK99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